一口气看满西晋王朝的历史全国城 三国末年 魏明帝曹睿在临终之际 将年幼的太子曹芳 托付给了两位辅佐大臣 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 曹魏政权便埋下了灭亡的隐患 曹爽和司马懿 这两位辅佐大臣表面和睦 实则勾心斗角 曹爽结党赢私 独揽大权 而司马懿则选择了隐忍于等待 公元249年 曹爽率领曹氏宗亲离开洛阳 前往高平陵 祭拜魏明帝曹睿 司马懿看准时机 率领三亲心腹死士 发动政变 史称高平陵之变 他诛杀曹爽及其党羽 并灭其三族曹魏大权 自此落入司马师父子手中 公元251年 司马懿去世 其长子司马师继续掌控朝政 公元254年 司马师废除曹芳 改历年幼的曹毛为皇帝 他就是魏贵帝 司马师死后 其帝司马昭继续掌握朝政大权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臣之心 正所谓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公元260年 魏贵帝曹毛 亲自率领数百人的侍卫和奴仆 冲出宫门 想要诛杀司马昭 结果被杀身亡 曹毛死后 司马昭拥立曹桓为皇帝 公元265年 司马昭去世 同年 妻子司马炎接受曹桓善让皇位 登基称帝 至此 曹魏政权灭亡 西晋王朝正式建立 司马炎是西晋的第一位皇帝 他就是晋武帝 他定督洛阳 随即大赦天下 将曹魏末代皇帝曹桓 奉为陈流王 将曹魏宗室的朱王 将为宪侯 同时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一 并追封为皇帝 司马炎即位除漆 立经图治 制定并完善各项法令 在他的治下 国力不断增强 公元279年 司马炎发动了灭吴之战 仅用四个多月 就攻占了东吴都城建业 东吴皇帝孙昊投降 孙吴政权就此灭亡 至此 天下终归一统 魏、蜀、吴、三家你死我活的打了几十年 最终却给晋朝作嫁一伤 全国统一后 晋武帝司马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推动社会的发展 如重视农业、班部占田、可田令、减轻百姓负担等等 在此期间 晋国迎来了泰康之志 一度四海升平 百姓富足 但执政晚期的司马炎逐渐带正 变得奢侈荒淫 其后宫人数接近万人 而世家大族之间攀比炫富之风盛行 此时 胡人前居内地的问题较为突出 而晋朝 未能对此有效解决 这位日后的巴王之乱与永家之祸埋下了隐患 公元290年 晋武帝司马炎离世 享年55岁 随后 太子司马忠即位 他就是晋惠帝 司马忠为人痴呆 此时 许多百姓因饥荒被饿死 而司马忠却说 他们为何不吃肉粥呢 这就是何不食肉你典故的由来 晋惠帝司马忠不仅治理低下 还有一个任性且爱折腾的老婆 他就是乱世妖后 贾南风 此时 外戚杨俊掌管朝政 皇后贾南风为了独揽大权 联合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伟 发动政变 将杨俊和皇太后扬指杀害 这引发了巴王之乱的爆发 所谓巴王之乱 是以贾南风诛杀司马宗室为发端 进而引发各地藩王纷纷起兵 他们为争夺中央权力 相互攻法而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血腥混战 此时朝政大权由汝南王司马亮等人掌控 随后不久 贾南风设计以谋反罪将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伟等人杀害 至此巴王中的第一第二位藩王被诛灭 公元299年 贾南风废掉太子司马玉并将其杀害 此举引发重怒 公元300年 赵王司马伦以谋害太子的罪名将皇后贾南风诛杀 自此赵王司马伦独揽朝政大权 司马伦为司马中安排了第二任皇后 他就是司马伦亲戚的外孙女杨贤忠 与乱世丑后贾南风相比 杨贤荣则温婉典雅 花容月貌 公元301年 赵王司马伦逼迫进会帝司马中退位 自己登记称帝 同年 齐王司马炯 和奸王司马鱼 成都王司马颖 常山王司马懿 这四王联合起兵讨伐司马伦 司马伦兵败被杀 至此 巴王中的第三王被诛灭 随后 司马中重新登上皇位 这时的朝政 由齐王司马炯把持 公元302年 成都王司马颖 和奸王司马鱼 两王联合讨伐齐王司马炯 常山王司马懿 也在京城洛阳响应 最后 齐王司马炯被常山王司马懿杀害 巴王中的第四王被诛灭 此时 朝政由常山王司马懿独揽 公元303年 成都王司马颖 联合合奸王司马鱼率军讨伐司马懿 被司马懿屡次击败 公元304年 东海王司马岳勾结禁军 将司马懿杀害 至此 巴王中的第五王被诛灭 此时 朝政大权 被成都王司马颖与 和奸王司马鱼 共同把持 公元306年 东海王司马岳 在山东起兵攻入洛阳 将和奸王司马鱼 和成都王司马颖杀害 至此 巴王中的第六 第七位藩王被诛灭 此时 朝政大权落入东海王司马岳手中 到了这个时候 历时16年的巴王之卵 彻底结束 东海王司马岳成为最后赢家 公元307年 进回帝司马中 被东海王司马岳毒杀 享年48岁 随后 司马岳扶持司马中的弟弟司马驰即位 他就是近怀帝 东海王司马岳控制着朝政大权 此时 巴王之乱虽然已经结束 但它的后续影响并未消失 它让近朝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 巴王之乱 不仅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 更促使了另一个更大灾难的爆发 那就是 五湖乱华 所谓五湖 指的是北方的五个扫数民族 他们是匈奴 鲜卑 杰族 低族 枪族 在西近王朝衰落之际 他们趁势崛起 并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权 伴随着巴王之乱的混乱 他们趁虚而入 他们毫无顾忌地杀戮中原汉人 祸乱整个华夏大地 公元308年 匈奴人刘元称帝建立了前兆政权 公元311年 西近全臣司马岳病逝 同年 刘元之子刘聪率军在河南陆毅 歼灭晋朝军队十余万人 之后 刘元的杨子刘耀率军攻入洛阳 并杀戮王公及百姓三万余人 俘虏了近怀地 同时 司马中的皇后杨贤忠 也成了刘耀的战利品 这个事件 史称永家之乱 永家之乱 沉重打击了西近政权统治意志 永家之乱后 中原大地进入黑暗的历史时期 游牧民族肆意蹂躏中原百姓 这导致中原汉人不得不逃离家园 向南方迁徙 于是 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徙开始了 这场大规模的迁徙 史称一关难度 再说西近这边 公元313年 近怀地被刘聪毒杀 享年30岁 值得一提的是 司马中的皇后杨贤忠 在此后的岁月里 她获得刘耀的保护和宠爱 后来 刘耀登基称帝 杨贤忠再次被封为皇后 她为刘耀生下了三子 刨开历史的功果是非 刘耀和杨贤忠的真爱 应该是冰冷血腥的乱世中 人性温暖的一抹难得两色 再说洛阳城被公献之时 司马炎之孙 司马业逃到长安 长安的群臣得知 近怀敌遇害后 雍立司马业继承皇位 他就是晋敏帝 公元316年 刘耀亲率 匈奴大军围攻长安 晋敏帝 司马业组织顽强抵抗 但始终无法摆脱困境 为了长安百姓免受屠戮 晋敏帝 司马业出城投降 公元318年 受尽百般羞辱的晋敏帝 被刘聪杀害 终年18岁 至此大一统后 仅仅存活了37年的西晋王朝 彻底灭亡